我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影片名称的重要性 影片名称如果取得好 那么您会有很多的人来观看 如果你的影片取得不好 很抱歉就没什么人来观看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让你们去理解 举例来说 我举我自己制作的影片 因为现在这两部可能在市面上 还没有流通开来 那我现在呢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影片来跟你分享一下 我们先让你知道一下 我经营这样子一个网站呢 我经营这样子一个网站 我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好了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网站总期间 就是当我们今天 我们去看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因为我有持续把影片放进去 我真的很乖的就是把一个课程 像今天上完课 我就会回去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而且我会把里面的咳嗽声 音乐声或者是噪音 环境音拿掉 就是希望说大家听到的是 想听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以观看次数 以观看次数来去看 在这个地方 总共已经有将近70万次的观看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来点它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线条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攀升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叠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开始基本上是 已经快到45度的斜线了 的成长 有看到吗 可是前面几乎是什么 水平线呢 这代表什么 没人看 那多久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重点咯 我们先来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坦白说 我现在的影片 如果我重视那个关键字 还有我不太强调那个功能名称 因为我希望学生很容易的找到我的影片 所以我分门别类 我所谓分门别类 例如说word我就打在最前面 好 然后例如说他要学以色尔的韩式 我就把以色尔打在最前面 方便他去找 可是在网络世界不是这样子 所以稍后晚一点我再跟你讲 您看我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前面从2013年10月开始 一直到2015年8月15号 基本上是平的嘛 这多久 这已经快两年了 也就是说前面这两年 基本上没什么人去观看 每天的观看量就是十几二十几 甚至刚开始就是个位数 这很正常 假设我今天我就只有20部影片 那可能一刚开始就是很少人观看 然后后来是不是就慢慢越来越多 可是到了越来越多之后 我现在我就想说 奇怪了 为什么我一部影片呢 很多人去看 这部影片很少人去看 是不是我应该要去反思一下 是交的不好 还是说一些相关的内容 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名称的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好了 例如说 来去看 即时 像现在有一百 就是观看影片的次数有100次 这一个小时100次 那大概一天的话 大概会有2000多次的一个次数观看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他的一个排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 哪几部影片最多被人观看 这个地方最快速下载YouTube影片的方法 这是排第一名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像VBA的教学啊 还有这边有看到什么YouTube影片下载的方法 我要介绍就是这一部 也蛮多人观看的 两天有150次 那就是一天大概有七八十次的人看到这一部影片 好 有看到吗 原来哦 这部影片也蛮热门的 就是认识键盘 认识键盘 好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这部影片好了 就是一分钟学会YouTube影片 来观看一下这部影片 好 首先 首先 我们要先跟你分享 我现在要跟你分享的是 假如说我今天名称定义不好 他连找都找不到 例如说 我今天我就开另外一个YouTube给你们观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取的一个名称是不是叫做一分钟 一分钟学会YouTube影片下载的方法 我是不是取这样子一个名称 所以您看一下哦 如果我今天呢 我把这个YouTube 我直接输入Yutube影片下载 按Enter 他理论上是不是开始找到很多项的结果 我们应该会很希望说 自己的影片排在第一位 对不对 第一位的话 最有可能被大家点击观看 那你有没有发现 YouTube影片下载 就是别人要去找影片 是不是去找YouTube影片下载 这边有看到吗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下载 跟他是不是刚好颠倒过来的 可是他前面还放了什么资讯教学 如何这几个字 可是他都可以抬到第一位 那我当时我的想法 最单纯的想法就是 我跟他一模一样 至少我会排在第二位吧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 我就把名称设为跟他一模一样 是不是会排到第二位去 当然不会 举例来说 他还有纵观 他的演算法 还会考量很多项目 举例来说 没有关键字 有没有下刀 正确 还有就是 接近 越接近的 他还会去观看 就是有多少人 多少人 例如说这16万3 那我的才 例如说4000 所以 或者是只有50 当然不会排在他的后面 还有一点 我觉得 很重要 大家都会忽略的 就是按赞的数 如果他要呈现越前面 理论上 假设这第一名第二名 他会以按赞数最多的排到前面去 而且这是合理的吧 他当然会希望 大家看到的是好的影片 按赞的影片 好 我想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您看一下 我们再做一件事 就是刚刚我那个影片 他跑到哪里去了 我刚刚那一分钟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你看一下 要数一下好了 就是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二 好 您看一下 这边有看到吗 Youtub 有看到吗 光那个T是不是不一样的 我要告诉各位 这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先来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因为您看嘛 大家打是不是都是打小写的T 请问一下 你输入那个YouTube这几个字 请问你会把那个T打成大写吗 应该不会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越接近 是不是越可能被找到 所以呢 真的建议各位 把这个名称改成 大家都会打的字 例如说小写的T 小写的T 再来储存变更 储存变更 然后我们回来去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再重新再去找一次 这边我们重新来去找一次 例如说 我们重新整理 在这里 重新整理 YouTube影片下载 再去算算看 现在排名排到第几 1 2 3 4 5 6 有看到 6 7 8 9 10 11 12 还是12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这名称已经换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大小写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就是在名称上面 名称上面 稍微注意一下 那 我结论 是要告诉各位 假设当我今天 我做的重点 我做的重点 我刚刚那部影片 我的重点 是不是在 要介绍YouTube影片下载 对不对 所以我适时的会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知道该如何取名 我就先把我要介绍的主题 我打在这边 YouTube影片下载 然后接下来 我就去看这个16万人次 这41万人次 你有看到吗 10秒内教会你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有看到 您看这个名称 有没有震撼力 有吧 因为如果这样你想 你可能会绞尽脑汁去想 干脆我就用 跟他一样的名称 请问这有没有 触犯到什么智慧才安全 没有啊 而且 你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来去想 你的标题要如何下载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看这个41.7万 然后10秒内教会 你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你看跟我的名称 是不是我就是学他的 一分钟学会YouTube影片 下载的方法 我还多了的方法 也许你听懂之后呢 听懂之后 你再去看我的其他影片 因为真的 我只有几部影片去做修改 我很多很多影片 我是怎么命名的 我都是以功能命名 例如说Visio视觉化设计 好 例如说这一个 这个 视觉化设计Visio轻松绘 然后冒号 这是一个单元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个第四部影片 然后Visio软体视窗环境介绍 您看一下哦 Visio光是我们在打那个Visio的时候 不可能他每个字都打大学 对吧 可是您会发现我每个字都是大学 好 再来就是软体视窗环境介绍 要怎么改 很简单一个做法 我现在是不是要介绍那个Visio的环境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边先按暂停 我们就直接去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介绍Visio这套软体 的环境 视窗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 73187 软体介绍 流程图制作 你看都是我的影片 都是我的影片 可能这部影片本来就比较冷门 几乎都是我的影片 好吧 那就只有我介绍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可以参考一下 别人是怎么样定那个名称 就直接把名称照打就好了 这样对你名称的定义来说 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哦 而且请你们注意一下 就是除了自己不用花 那个时间来去思考 还有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很容易被找到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哦 如果排在第一名 那是不是很好 好 所以这边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明天